这些话写下来了 就叫我当天打开 念给大家听 然后那天他就一个一个跟我们说话 就说 老婆我很爱你 就他指定要我念 然后我终于念之后 他就说 他叫我哥哥 因为我是长兄 叫我哥哥 一家人里面 我最放心的就是你 我知道你会把一家人照顾得很好的 你好好照顾他们 然后就是 我就想不到那当天 我才终于听到他人生当中 第一个对我的评价 所以 真的觉得 就真的有话 现在就说了 我们可能像佩豪的妈妈一样 上一代也不想这样 他们这么辛苦 就觉得希望我们有更好的环境 是 有时候自己也愧疚 为什么我当年也不理解他们 所以现在我觉得 像佩豪说的 真的就沟通 沟通 就沟通 要表达 表达 要表达 大家现在理解 不要在最后一段时间再理解 对 魏晨 魏晨呢 魏晨你有吗 那个打完我之后 然后第二天 他我在回来的时候 他在我枕头上面留了一封信 然后他就 把他所有心里想说的话 写在这个信上 然后我一开始 我说妈 我妈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呢 但是等到后来 我慢慢长大了 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你没有办法面对面说的时候 对 一方面 你很多话你没有办法面对面数 然后后来我也会给他回信 然后这就变成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没有办法跟我妈妈 当面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写信 好棒 就是这个是很好的一方法 如果真的真的配好 你没有办法当面去 学到了 对吧 你可以写信 我觉得包括孩子也 好有用 对 我们常常讲说原生态家庭 带给孩子 或者带给我们成年人 很多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我觉得我们为了给孩子 营造一个尽可能好的 原生态家庭的氛围 我觉得就几个点 我很希望大家能做到 那第一就是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 陪伴一定是最重要的 陪伴 陪伴 然后第二点 尽可能地分享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开心的和不开心地 养成一个分享的习惯 对 得告诉他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知道 夫妻关系也是原生态家庭 孩子最容易捕捉的点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我觉得刚刚我说的几个点 我们先做起来 比什么都重要 你会在成年后 与父母聊童年伤痛吗 上微博参与讨论 我们一起聊一聊 现在我们在讲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 其实配偶的关系也很重要 除了爸爸跟奶奶之间 我们在努力靠近对方以外 还有一个人在努力 我们来看一下 她是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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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喂 导演组 我有一个事情 想要请你们帮忙一下 那可不可以见面聊 我就我想单独跟你们见一下 就是我觉得葛沛豪跟他妈妈之间 这个事情在他的心里 我觉得是一块很小的一块石头 我想把这块石头给他削掉 请你可以说一说了 你跟妈妈 说一说 对啊 就是这段 我还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能非常 就是比现在的关系更亲密一点 妈妈 我现在过来接你 我们等会儿到家之后 他们说今天要提前备采 就是今天不结束 就被采访了